1947年12月30日 是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驱者 他于2002年6月被中共特工虐净 从越南盲驾回国 被判处无期徒刑 至今已有16年 黄平章博士于1982年 能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这是一所飞升全球的世界顶级、顶尖学府 百年来在国际上享受崇高的身份 是文革后大陆学生在北美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人 同年他创办了首份海外民运贪污 《中国之春》 并于四年创建了首个海外民运组织 任炳王炳章博士可以在海外享受优越和自由的生活 但是他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由事业而深陷中共的牢狱 目前王炳章博士被关押在广东韶关监狱的单人牢房中 他的身心都受到极大的伤害 他的家人多次为他提出宝外旧意的申请 均照中共政权无力地拒绝 王炳章博士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在狱中的他依然感谢救主耶稣对他的陪伴支撑与代理 他也努力地查考圣经 力图明白上帝在这个世代中对人类的引导 他感谢上帝说 我的一切都是您赐予的 一切荣耀都属于您的 请大家为王炳章博士请